台南兰花达人吴明昆将原本单打独斗的兰花农民升级为产业联盟 跨越区域采分工的方式 让台湾兰花行销到世界70多国 即使面对花卉王国荷兰的竞争 吴明昆认为台湾的兰花仍然大有可为 台湾兰花的产量仅次于荷兰、中国大陆、G世界第三 但新品种开发包括加德利亚兰、蝴蝶兰、文新兰、拖鞋兰等 可是高居全世界第一 吴明昆说 以往台湾的花农虽然都是单打独斗 育苗、种花技术一流 但可惜的是缺乏分工合作或组织 难以发挥最大效益 产业联盟成员分工合作 有人育苗、种花 有人则是负责包装、行销 因为这个产业联盟的话 你如果细部专供一种品种分工的话 它做起来的预成率会比一般 一般你从头做到尾 混合种植的话 它的预成率会可以达到95% 所以说在生产成品的话 可以降低20到25%左右 吴明昆认为台湾如果能比照荷兰 建立自由贸易区或亚太运筹中心等专业区 在世界各地布局生产 研发行销中心设在台湾 台湾兰花产业将大有可为 新唐脸的电视史静旺 台湾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